这阵子,不少朋友都在刷这个非常过瘾的音剧,在连追那四集之后,我们也决定,要力推一下它了,因为,再不推,就完结了。 那么,这部刷到记录的BBC新剧你一定要了解下,赖番奇新鲜度100%,RMDB评分8.6分,更厉害的是,第一集播出当晚,它就凭借一千零四十万直播观众,一起成为近十年来开播收市最高的英国剧情类剧集,甚至于,这个数目可能还可以更高,因为目前官方公开的数据来自BURB公司, 只统计了用电视机观众,但现在无疑有更多人,会用手机,或者电脑来回看,没错,我们要说的就是这部贴身保镖,目前豆瓣已经涨到8.8分了,剧情其实蛮简单的,用一句话就能概括,英俊的退伍老兵,受命保护风云犹存的内政大臣,做后者的贴身保镖,发生的一系列充满惊险和悬念的故事, 冰与火之歌中的少郎主,利查德·麦登,实力扮演这位冰山脸大凶,化掉肌肉男,大多数时候,他是不苟言笑,终于只手的贴身保镖,直到他冷冷的脱下肾机,整个屏幕都突然散发着荷尔蒙,同样一张冰山脸,他愤怒的时候,眼神可以极其锋利,像一只真正的猛兽, 这位苏格兰演员,在剧里终于说起了自己的家乡话,一口苏格兰道朝子位英语,让他的表演更加放松自主,也最为直观的展现了他和女政客之间的阶级差,继,手腕强硬,野心勃勃的内政大臣则尤凯利·霍尔范扮演, 常看英剧的人一定非常熟悉这张面孔,他的五华文案有古典,所以早年常常在时代之里,扮演为多利亚时代的淑女,锦绣佳人,南希的情史都是代表作,这张四十岁的脸上如今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娇难的光泽,而爬上戏文,但他依然是美丽的,从容,自信,已太大方,这是自然老去的美,要将内政大臣这个角色, 演得多多逼人和令人信服,凯利·霍尔其实做了许多功课,除了一丝不苟的短发,裤装恶高跟鞋之外,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关键道具,总是手领一个标志性的小红箱子,这让他显得更加干练和神秘,同时,凯利·霍尔观看了大量的政治演讲和名人访谈,但他不只是为了模仿他们的说法方式,同样也由自己的思考, 他总结束了一条规律,而我觉得这话实在说得很深刻,他认为,大多数政客都不会与人平等对话,而只是在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么聪明的女演员,难怪可以演出女政客的心机和强势吧, 这样两个职色,很自然要发生些感情关系,强势女性带上贴身保镖,听起来是蛮老套的,90年代的爱情喜剧都在这么演了,是的,想必你此刻也想到了采文科斯特娜和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保镖, 虽然保镖在国内享有相当高的口碑,但你可能不太相信,他的烂番茄新鲜度只有35%,让北美影评人口注必乏的理由,确实也只有一个,就是太俗了,而英俊保镖恰恰相反, 这可不是什么爱情电影,甚至,连两人所谓的情感关系,都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用开头的20分钟,就击破了一切你对神词烂调的误解,正如许多媒体所说的, 这可能今年的电视剧里最精彩,最令人睡脉奔章的开场,20分钟,男主角巴的警长,在休假带孩子回伦敦的火车上, 通过观察到列车员的坐立满安,而立刻判断出车上可能存在恐怖分子,还准确说出了对方的特征,但在发现这名人肉炸弹居然是一位惊慌失措的女性时, 她对其产生了非常强的同理心,而决定救她一命,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展现出了极其敏锐的观察力,还有非常高超的谈判技巧,明显可以感觉到, 阿德警长全程使用的都是非常专业的术语,例如下面这段与列车员的对话,光看白衣可能失去了原文的准确性, 但她的描述是相当简洁,明确,训练有复的,更为反常的事,这一段剧情的高超,实际上并不是她如何劝说对方放弃礼拜,而是她如何救了恐怖分子一命, 事实上,在她已经明确放弃引爆之后,抵达现场的武装警察,依然决定以安全起见, 表明言和,实际要派狙击手杀死她,住持大局的女警,一面看似大工无私, 那对巴德警长说,我们需要目标走出卫生间,一面按地理和,狙击手盘算,目标要走出卫生间才能一枪毙命, 这就非常厉害了吧,在这一刻,恐怖分子和警察双方,作为施暴者和受害人的立场转变了,但巴德警长更聪明, 他完全看穿了警察的套路,一边继续安抚恐怖分子,一边保护他,让他站在狙击手的射击盲点, 这段剧情同样是非常紧张的,在如此嫉妒的高压下,恐怖分子会不会一时冲动反水,按下引爆按钮, 苦事单单的武装警察,会不会决定放弃巴德警长,将他和恐怖分子一同绞杀,他们真的可以一起活下来吗? 这才是真正的三方对峙啊,对警察,恐怖分子的行为和动机,都有非常真实的呈现, 每一方的立场都清晰明了,而他们做出的选择,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整个局面, 观众自然而然也会有更强烈的代入感,精致,快节奏,高度紧张,也并不是这短长待二十分钟的片头的唯一优点, 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拍出了真正的恐怖主义,他拍出了被恐怖主义笼罩的欧洲,那种暗流涌动的微妙和复杂, 恐怖不仅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人缘不断的神肉炸大和恐怖袭击,同样也来自于内部, 如此紧迫的时局下,被求稳定,也在采取越来越极端的手段, 于是,人人都可以是新生品,今天是这名带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明天或许就是极极无名的本国警员,敢于搏命来化解危机的巴德警长, 在短短的二十分钟里,也已经展现出了相当复杂的性格,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丰满的角色, 他让人安全感爆棚,作为一位好警员,好父亲,他能力超全,非常成熟,有责任心, 即使是恐怖分子的生命也会努力去拯救,但另一方面,他却未必是表面那个样子,甚至藏了很多秘密, 他骨子里是也有反叛精神的,当他决定保护恐怖分子的时候,他是心知肚明, 他的同事,们会用如何方式杀死他,才能果断的反其道而行之, 在这个层面上,他其实已经背叛了自己作为警察的身份,从目前四季来看, 保镖维持了开头二十分钟的高水平,并且剧情发展迅速,靠近相当足, 整体制作精良,演员表现非常好,节奏也够快,故事紧凑,双线并行, 从政治事件的角度来看,每一集都有凝确高潮,也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恐怖袭击爆炸枪击刺杀, 而男女主角的关系,也是随着事件的发生,在每一集得到相应的推荐和转变, 看到有评价认为两人的这段爱情戏很狗血,首先,这哪里是爱情,一集,第四集会给你真爱的, 总之,在经历了这次集之后,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接下来的两集了, 一项一段小惊悍现场的音剧,是出过不少优秀的政治惊悚剧的, 但切身保镖的成功就在于,他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 从保镖的角度来切入,这个职业本身,就充满了阴谋和惊险, 又通过设定宝,标示一名反战的退伍老兵,悄妙地抓住了当下欧洲人民, 最关心的两个一体,恐怖主义和社会安全, 当然,女政客这个设计,同样也足够刁钻,更加有现实意义, 不少人认为这样一位角色,是在影视现任英国首相特雷沙米尤, 毕竟后者同样极为强势,野心勃勃,热衷于打击恐怖主义活动, 而且在成为首相之前做过六年内政大臣, 最近也有记者趁梅宜出访非洲期间,问了他对保镖的观感, 而梅宜非常给面子的冷冷表示,自己看了二十分钟就关了,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我看电视是为了放松, 一部以女内政大臣为主角的剧,我想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听起来确实是不爽道了,为了验证保镖是否足够显示, Good Morning Britain 节目特意请到了一位真实的政要保镖, 曾经先身保护了撒切尔夫人二十年的Barris Trevens, 先任了进行现身说法,而他表示, 剧中的大多数细节都是非常准确的, 这部剧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铺陈保镖的日常工作, 各种细节,代号,专业术语,上下机沟通方式, 为正好的日常问候,都基本符合事实, 这也使得Barris Trevens像个机器人一样, 严谨,专业,不厌其烦,都说着重复的话, 基本上,你从他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我们时常会看到漂亮的主观长镜头, 来展现巴德警长的一天, 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站在内政大臣的办公室里, 游离于所有忙碌的政府公务员之外, 冷冷的观察他们,看似枯燥, 但其实微妙的展现了他的内心活动, 他确实是在观察所有事情, 他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 他被当作工具,但依然有自己的思考和灵魂, 而对他内心的描写,还并不止于此, 作为退伍老兵,他还承受着非常严重的PTSD症状, 因此,每当夜晚独处,甚至于是承受巨大压力时, 我们常常会看到镜头一转, 用腐盖夹上大特写,来描绘他内心的躁动不安, 乃至于不受控制,是的,虽然他沉默, 克制,可靠,但这样一个人的内心, 却仿佛生埋着一颗定时炸弹, 总有一天会突然爆炸, 这即展现了他脆弱的, 人心的一面,也是目前整部剧最大的悬念, 和那位女恐怖分子一样, 阿德警长也不过是上层原师们手中的棋子, 多方听命, 假的两头无法选择, 可是,棋子也未必不会有兔手的一天, 他能救得了别人, 可他救得了自己吗? 说到底, 他的命运, 其实早在片头的二十分钟也收尽了。